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 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 第十届上交会开幕 新产品新技术云集 技术转移专区设置十年 有效激发创新火力 国台办严厉驳斥台防务部门所谓自卫反击言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何来所谓自卫权 拜登政府意图进一步限制中国使用AI芯片 外交部表示此举阻止不了中国科技进步 北方高温持续 河南河北高温红色预警高挂 多地气温超40摄氏度 旅汉大熊猫福宝回国后 首次与公众见面 饲养员回应福宝 薄发色差及脱毛情况 属正常现象 今天是2024年6月12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东方新闻 我是秦逸 我是白旭旭 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 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6月11日下午主持召开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 关于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的若干意见等文件 习近平强调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必须着眼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加强党的领导 完善公司治理 推动企业建立健全 产权清晰 全责明确 正企分开 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业 要坚持以开放促创新 健全科技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完善面向全球的创新体系 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 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补齐开放创新制度短板 今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5月份全国CPI和PPI的数据 居民消费价格也就是CPI维持平稳 同比上涨0.3% 最受关注的猪肉价格终于是走出了下行的周期 连续两个月实现了增长 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临近中午 上海平五路上的小菜场依然热闹 5、6月是猪肉销售的传统淡季 然而今年却一反常态 数据显示 从2019到2023年 5月份猪肉价格的环比增速均值为-3.2% 然而上个月这个数字不仅转正 而且达到了1.1% 在这个菜场5月底猪白条的价格达到了14.5块一斤 今年整体价格还算比较平稳 对就是过节端午节前后稍微价格稍微浮动稍微大一点点 由于此前猪肉价格长时间低迷 所以对于这波涨价市民们反应不大 猪价的回升对于5月份CPI来说 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都起到了正向贡献 农业农村部的最新数据显示 6月第一周全国猪肉价格环比上涨4.7% 同比涨幅更是超过了15% 那么这背后其中也有一些政策调控的一些因素 造成了一些我们在固女端的一些压力开始有所缓解 那目前来看居住价格从长期低迷的态势中走出 这个趋势还是比较肯定的 另一方面国内消费确实在今年明显改善 这从5月的CPI分享数据中就能看到 七大类中只有交通通信受到国际油价影响有所下跌 而居住教育文化等领域全部为正增长 下游消费价格回暖的同时 上游的改善预期则更为明显 5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 同比降幅收窄了1.1个百分点 环比上涨0.2% 结束了连续半年的负增长态势 而房地产政策的再次松绑 提振了黑色金属进一步稳定了PPI的走势 房地产政策放开之后 其实这个市场的预期已经是出现了一个比较积极的变化 造成了相关的就像一些大能商品的价格出现了一个上涨 东方卫视记者马杰上海报道 台房屋部门负责人日前声称 只要解放军攻击载航基建设施 以及任何飞航实体未经许可进入12海里空海域 就可以下令行使所谓自卫权 进行所谓的自卫反击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在今天上午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发出警告 民进党当局不要玩火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何来所谓的自卫权 民进党当局万想给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行动 划线 设计 完全是不自恋力 我们严正警告民进党当局不要玩火 党敢军击万动 只会自取灭亡 近日 大陆方面决定进一步终止ECFA部分产品 关税减让 党内舆论指出 这是赖清德520讲话向独派靠拢引发的后续连锁效应 受伤害的都是台湾民众好商品及商业 针对党内对大陆会否终止ECFA协议执行的担忧 陈兵华表示 赖清德当局如果继续在台独邪路上冒进 必将给台湾民众商品商业带来更大伤害 与ECFA有关的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九二共识 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予以妥善解决 但如果赖清德当局罔顾民意 甚至制造更多问题 我们支持有关部门 依照规定 研究采取进一步措施 针对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到访台湾时 发表所谓台湾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言论 陈兵华也在发布会上做了回应 我要强调的是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过去不是 今后更不可能是 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常识 希望他好好补补课 发布会上陈兵华还介绍 应台北市影音工会邀请 颇受两岸青年朋友喜欢的大陆演员胡歌 今天赴台北参加对话青年活动 将与两岸青年影视创作者对话交流 陈兵华说 保总到保岛是两岸同胞喜闻乐见的好事 这将为两岸青年朋友提供一个难得的交流机会 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 董宝忠北京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今天行使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所赋予的权利 在线报刊登公告 指明六名潜逃英国 并因涉嫌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罪行 而被法院发出拘捕令的人 同时指明针对有关潜逃者施行的措施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 罗冠聪等六名通缉犯潜藏英国 并在当地继续公然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勾当 抹黑诋毁香港特区 继续肆意勾结外部势力包庇其惑行 因此有必要采取措施强烈打击 包括撤销特区护照 禁止向他们提供资金或处理资金等 禁止与不动产相关的某些活动 禁止与他们合资企业或合伙等 这些措施是为了应对打击 阻击和防止这些潜逃行为 并希望促使这些被指明的潜逃者 自己拿出的勇气回到香港 面对接受法律和司法的程序 我在呼吁任何市民 应该避免和这些潜逃者 有任何金钱或者任何财务上的瓜葛 切勿和这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有任何同流合污的情况出现 大家千万不要以身示范 公告明确 违反这些指明措施者 依法最高可获刑七年 邓炳强表示 有需要还会向其他潜逃者施加限制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针对香港特区政府 对六名逃犯采取的限制措施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相关举措施维护香港法治 捍卫国家安全的正当必要之举 合情合理合法 罗冠聪等人长期从事反中乱党活动 其恶劣行径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严重损害香港根本利益 严重冲击一国两制底线 香港警方依据香港国安条例 对其采取措施是维护香港法治 捍卫国家安全的正当必要之举 合情合理合法 我想重申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预 美国国土安全部昨天以涉嫌所谓 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为由 将三家中国企业列入 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 禁止进口他们的产品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美方再次炮制散布涉疆虚假叙事 打着人权的幌子对中国企业实施非法制裁 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 所谓的强迫劳动 种族灭绝完全是无稽之谈 是极少数反华分子炮制的世纪谎言 其目的是搞乱新疆抹黑中国 遏制中国的发展 其已将制华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停止 对中国的污蔑抹黑 撤销对中国企业的非法单边制裁 停止打着人权的幌子 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利益 另据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正考虑进一步限制 中国获得用于人工智能的芯片技术 对此林健表示 美方行为严重破坏国际贸易规则 严重损害全球产供电稳定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 在人工智能领域 美方一边表示希望同中方开展对话 一边酝酿打压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暴露出美方说一套做一套的虚伪嘴脸 美方的举措阻止不了中国科技进步 只会激励中国企业自立自强 中央气象台连续四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华北黄淮高温天气也进入到了最强的时段 具体信息请白续曲带来 好的请 最近几天北方多地遭遇今年以来影响范围最广 强度最强的高温天气过程 今天高温持续 华北黄淮等地正式进入高温鼎盛阶段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今天白天 京津季河南山东等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5到39度 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在40到42度 河南省是此轮高温天气的中心区域之一 今天河南省气象台升级发布了 今年夏天第一个高温红色预警 鹤壁 安阳等多个县市 尤其是黄河以北地区的最高气温 今天都超过了40度 河南省已经将重大气象灾害 高温应急响应升级为三级 河南商丘 筑马店 周口等16个地市 72个国家级气象站 监测气象干旱已经达到重旱等级以上 河南省气候中心今早发布干旱橙色预警 高温少雨天气还将持续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了12个工作组督导抗旱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北省 今天还是酷热集中区 高温红色预警继续 到下午2点 这一片红褐色区域都已经超过了40度 这其中石家庄热力持续爆表 就在昨天当地最高气温达到41度 成为今年季海口之后第二个突破40度的省会城市 预计明天气温还将冲击41度 目前河北多地加大力度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持续的高温给河北多地环卫保洁工作 带来了严峻考验 相关部门调用了雾炮车洒水车等大型设备 对城市主次干道进行降温作业 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采取错峰工作 尽量减少高温时段户外活动时间 此外相关部门还为一线环卫工人发放了 矿泉水、绿豆汤、货香蒸汽水等防暑降温物品 并在全市主要道路和公共区域 设立了21个环卫工人休息站 在山东高温持续 预计惊起三天 德州、济南、滋波等地方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都将超40摄氏度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为缓解高温带来的炙热 多地增加撒水车作业评刺 在滋波城区中午时分 交警正在路面巡逻 杜绝夏季高温炎热天气 道路交通秩序管理真空 同时提醒广大驾驶员夏季警方陆怒证 随着高温天气的到来 电力需求快速增长 线路负荷激增 为保障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国网资博供电公司工作人员 通过配置红外测温 台区特寻增设抢修人员等措施 确保用电安全可靠 实际上从6月8号开始 京津季河南山东等地的高温就在迅速发展 本轮北方高温天气持续时间长 日最高气温有极端性 部分地区发生重暑气象风险高 中央气象台专家分析认为 近期华北黄淮等地受高压级天气系统控制 天空云亮较少 在晴空辐射和下沉增温的共同作用下 促进了高温发展 此外全球变暖的大背景和大气环流的异常 是造成高温天气的直接影响因素 预计本轮北方高温将再持续两天到14号结束 此外有分析指出 厄尔尼诺现象将结束 拉尼纳现象将出现 是否会对我国接下来的夏季气温有影响 气象专家介绍 拉尼纳对全球和我国的气温影响 有非常大的区域差异和季节差异 从目前的预测来看 进入拉尼纳状态要到夏季后期 对今年夏季气温的影响相对不大 在北方多地高温的同时 南方的降雨也在持续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预计今明两天 内蒙古 湖南 江西 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受前几天暴雨影响 江西浙江部分村镇发生山洪泥石流 受持续暴雨的影响 浙江岁昌王村口镇无处村 引发山洪泥石流 导致道路中断 部分农田被淹没 由于避险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进行清理工作 及时抢通道路 目前落实清理工作正在进行 当地已安排人员24小时巡逻监测 等待天气好转进行道路抢通作业 今天下午三点多 岁昌县已经解除暴雨蓝色预警 浙江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几天浙江中南部仍多强降水 各地仍需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灾害 江西辅州滋西县昨天降下大暴雨 导致山洪爆发 当地多处发生山体滑坡 道路塌方 桥梁受损 部分村民房屋被淹 当地应急公安消防等多部门 紧急疏散居住在低洼地带的群众 组织人员进行连夜抢修 今天上午9点 滋西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当地部分乡镇仍有短时强降水 近两天江西全省共有31地出现暴雨 气象部门预计 未来雨带仍将在江西维持并南北摆动 还将有三次降水过程 好 有关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好的 白续续 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 主要由三艘万吨大驱组成的训练编队 赴南海某海域开展跨昼夜长航史训练 重点围绕舰艇编队对海突击 对前作战 单舰防空等训练内容 检验多项战法训法的运用成像 同时还全面检验了舰艇战时布局能力 南海海域 由海军055型导弹驱逐舰 咸阳舰 尊义舰和阳安舰 052C型导弹驱逐舰 海口舰等多型主战舰艇组成的舰艇训练编队 抵达目标海区后 快速占领有力政委 进入一级战斗部署 锁定目标后 各舰岸指挥组成对海打击战术队型 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 有支援最有力 叫队标点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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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多个不明空中目标向编队袭来 编队指挥员迅速下达抗击指令 尊义舰海口舰迅速调整射击正位 组织双舰协同抗击敌目标 有支援 开火 随着两舰副炮一起开火 敌空中目标被成功击落 编队共进行了六天五夜的实战化演练 主要进行了编队主炮对岸射击 编队协同反潜 编队对海突击 编队战时条件下航行补给等训练内容 通过训练内容 进一步提高编队作战协同指挥能力 以及单平台作战能力的保持与提升 训练中 三艘055型导弹驱逐舰还开展了 海上模拟补给训练 作为中国海军最新型的万吨级导弹驱逐舰 055型导弹驱逐舰被称为海上综合作战堡垒 到今年一月 人民海军已有八艘055型万吨大驱公开亮相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请坐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 东航国产大飞机开启第四条商业定期航线 本周五起直飞护广航线 旅航大熊猫福宝回国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饲养员回应福宝毛发色差及脱毛情况属正常现象 美国解禁乌克兰亚素营使用美制武器 俄方称美国是在不惜一切遏制俄罗斯 东航今天正式宣布 从6月14日也就是本周五开始 东航C919机型将开启第四条商业定期航线 上海虹桥往返广州白云的航线 从上海虹桥出发的航班号为MU5309 起飞时间是早上的9点30分 预计中午的11点55分抵达广州白云 回程MU5316航班 广州起飞的时间是下午的1点30分 预计下午的4点抵达上海虹桥机场 目前东航的官网和APP上已经开始售票 东航是目前全球唯一运营国产大飞机 C919的航空公司 C919机队的规模已经达到了6架 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自主研发的 HH100航空商用无人运输机 今天在陕西首飞成功 上午的9点25分 HH100商用无人运输系统验证机 在飞行了35公里之后 平稳地降落在了西安的蓝田通用机场 整个飞行试验过程当中 飞机各系统设备工作正常 飞机姿态平稳 状态保持良好 完成了预定飞行科目 首飞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HH100的最大起飞重量是2000千克 最大的雄航速度每小时300千米 最大使用高度5000米 主要用于支线物流 并且可以扩展到森林草原灭火 救援物资的投送 应急中继通信 还有人工影响天气等应用场景 昨天晚上在试衣赛亚洲区36强赛 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 中国男足在课场是0比1输给了韩国队 但是稍晚结束的同小组另外的一场比赛 泰国队以3比1战胜了新加坡队 中国男足凭借胜负关系的优势 晋级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的18强 这场中韩大战 中国队换上了新款白色球衣 灰色短裤出战 希望全新的面貌能带来好运 在此之前 中国男足对阵韩国队已经遭遇4连败 近0球丢9球 上半场中国队积极防守 没有给韩国队太多机会 半场结束 两队互交白隽 下半场韩国队率先打破僵局 第61分钟 李刚人一脚长船准确找到左边路插上的孙幸民 后者送出船中 李刚人门前包抄 推射入网 韩国队1比0隐险 此后中国队换上吴雷等球员 但进攻仍难有起色 无法突破韩国队防线 中场哨响 中国队0比1告服 本场比赛中 中国队门将王大蕾表现神勇 多次曝出韩国队具有威胁的射门 没有让分叉进一步扩大 确实大家还挺拼的吧 所有的机会和命运都只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脚下 我们不能靠别任何人 然而无奈的是 比赛败给韩国后 中国队能否继续留在冲击世界杯的舞台上 只能看之后泰国和新加坡队的比赛 如果泰国队净胜新加坡三球 国足将被淘汰 比赛中泰国队第37分钟攻入一球 新加坡队第57分钟颁平比分 随后第79分钟和第85分钟 泰国队连续打入两球 总比分变成3比1 最后几分钟 中泰两国球迷的心都悬了起来 最终新加坡队用顽强的防守 抵挡住泰国队最后阶段的猛攻 泰国队只能接受3比1 虽然胜利仍将被淘汰的现实 而刚刚输球的中国队 虽然在小组中和泰国队积分 竞胜球和竞球数都相同 但凭借此前对阵泰国队比赛中取得的 一胜一平战绩 淘汰了泰国队 惊险晋级 今天中午国足发布视频 感谢所有球迷 目前2026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18强赛的参赛球队已经全部产生 接下来将进行第三阶段比赛 根据安排 18强赛的抽签仪式将于本月27号进行 第三阶段第一场比赛将于今年9月进行 届时中国队也将继续冲击2026年世界杯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经过两个多月的隔离检疫和过度适应之后 今天旅行大熊猫福宝 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卧龙神树瓶基地正式地和公众见面 早上九点半通往运动场的小门打开 福宝小心翼翼试探一番后 缓缓从内设走出 在新家院子里好奇地四处张望绣纹 巡视了一圈 准确找到了摆放在运动场的食物 随即悠闲享受其美味的竹笋 从今天下午开始 卧龙神树瓶基地就正式开门迎客 为保障园区正常参观秩序 基地将根据游客接待量 适时对福宝眷舍实行限流限时参观 每轮参观时间为五分钟 今年4月3号 大熊猫福宝结束在韩国的旅居生活 回到中国 入住卧龙神树瓶基地 两个多月来 福宝整体生活稳定状态良好 此间有人提到 福宝毛发有色差和脱毛等情况 饲养员表示属于正常现象 福宝喜欢翻滚软爽 然后还喜欢用脖颈 或者细骨 趁着墙铁和栏杆 所以在这些部位的毛色 就会存在一些色差 弹毛现象在大熊猫中属于 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 都与季节变化 环境因素和基础水平的波动有关系 福宝是中韩大熊猫合作交流的成果之一 自1996年以来 熊猫中心先后与美国 俄罗斯等国家的保护机构 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交流 成功反育了31只大熊猫幼崽 其中已有23只幼崽先后回到中国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昨天在夏诺夫哥罗德出席金砖国家 同发展中国家外长对话会 这是金砖扩原后首次金砖家外长对话会 王毅就发展中国家于变局中开新局 在危机中预心机提出三点看法 第一 维护普遍安全 携手应对挑战 第二 坚持发展优先 汇聚进步合力 第三 坚持公平正义 完善全球治理 与会各方一致认为 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反对单边主义 霸权主义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矛盾分歧 推动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 尽快实现加沙停火指战 世界银行昨天发布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 将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2.6% 比上一期的预期数据高出0.2个百分点 2025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2.7%不变 世界银行指出 全球经济前景面临的下行风险 包括利率长期维持在高位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 报告预测 未来三年 全球央行的基准利率 将保持在2000年至2019年间平均水平的两倍 这将抑制经济增长 并增加新兴经济体的债务压力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请坐听东方新闻 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第十届上交会开幕 首发新产品新技术云集 技术转移专区设置10年 有效激发创新活力 伊朗文物精华展亮相上国 汇集中伊两国285件文物 共同讲述古波斯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史 哈马斯修改停火方案 提出永久停火和义军撤离时间表 以色列称此举等同拒绝 拜登之子被裁定非法持枪 称首位遭定罪现任总统子女 或面临最高25年监禁 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欢迎回来 引领未来发展共享科技盛宴 第十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 今天在世博展览馆开幕 本届展会汇聚了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 及全国19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 其中28家企业和机构将首发新产品新技术 覆盖技术贸易领域的产业新赛道和市场新增长点 挥着小拳头 卖着小碎布 这台人形双足机器人转足了人气 经过大模型训练 它在养老陪护 直播带货等方面 可以达到专家级水平 能耗却很低 我们机器人采用了机键驱动 这边有链条和钢丝的带动下 然后我们可以做到一个非常高效 省能源的一个作用 然后我们的一个1.6度的电池 可以驱动机器人行走6个小时 这个全球首款人工智能 全呼吸道辅助诊断系统 则为电子鼻咽喉和支气管内窥镜 搭载深度学习模型和算法 可以成为医生的好帮手 一些早癌或者病变 它会标定为红色 会辅助医生进行筛查和识别 避免临床上的一些漏检 误检的一些失误 本届上交会还特赦科技创新 国立张江专区 集中展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和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最新科技成果 这个协作机器人 在检测产品的外观瑕疵时 可以通过AIGC 对任意物品进行检测点自动生成 实现关键缺陷零漏检 现在这个飞拍检测的 就是机器人带着摄像区 去各个方位 在立体空间里面 做一个全方位的 这一个检测面的一个检测 此外 一连续十年设置的技术转移转区 展示了国内外两千多项带转化的创新成果 五百项带解决的企业创新需求 同时为科技创新的零到一提供现场服务 我们每一个小伙伴都是技术经理人的角色 这个技术的挖掘 技术的判断 到临床要素 资本要素 整个一个你需要上一块落地闭门当中的一些工作 形成一种系统的解决方案 可以更加协助推动新制生产力的这么一个目标 东方卫视记者何响 朱祁月上海报道 上海市市长公正在第十届上交会开幕式上 致辞时表示 期待更多重大合作项目和一流科技成果开花结果 公正在致辞中说 我们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核心位置 着力强化科技空观突破 更好赋能传统产业升级 新兴产业壮大 未来产业培育 着力优化创新生态环境 推动正产学研金服用生态体系持续优化 着力深化国际创新合作 积极助力科技项目引进来走出去 上交会在2013年创办以来 有力推动了国际创新协同和跨境技术转移 期待更多全球首发和领先技术参展亮相 更多专家学者和业界精英发表真知灼见 更多重大合作项目和一流科技成果开花结果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新 日本大阪市经济战略局理事何田彩致辞 与会领导共同启动本届上交会 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江小娟 国际嵌入式大会主席阿克赛尔斯考拉 做开幕演讲 全国技术贸易创新实际案例发布 开幕式前中外嘉宾共同参加了巡管活动 本届上交会由上海市政府主办 日本大阪市担任境外驻滨城 浙江省担任境内驻滨省 主题为树链时代律动未来 参展企业近千家 记者颜未离报道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作为先进的外科微创辅助设备 目前在全国的装机量有330多台 手术费用已经纳入了一榜 今天由盐志芳与中国药企联合投资 建成了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产业化基地 在上海浦东新区正式的启用 这也意味着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开启了国产化之路 今天基地的生产线已经为首批订单忙碌起来 技术人员按照15个标准工序 将30多个材料依次融合进一根长约10厘米 直径约2毫米的活减碳针上 这种探针是今年3月刚在我国获批的 ION支气管机器人的重要耗材 可对肺部小节节进行活检或诊疗 除了用于国内医疗机构外 70%的产能将供应海外 据介绍备受关注的 国产达芬奇XI手术机器人 内部有一万多个零部件 本土化制造的供应商来自全国各地 量产后 每台手术机器人的价格会大大降低 更多基层医院也将有能力购买 这个坐落在浦东新区周浦镇的生产基地 占地超过两公顷 同步启用的创新中心及研发服务于一体 总面积约8000平米 可同时开展10台达芬奇手术的培训 东方卫视记者周文韵上海报道 眼下上海正在推进 政务服务人工智能家行动 持续提升行政效能 今天数字人小浦 在浦东新区政府服务中心 正式的上岗 他由通用大模型 以及政务领域垂直大模型 等技术融合生成 不仅可以互动交流 还能够线上办事 将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聪明 高效的政务服务 在内资公司变更股东等办事场景中 数字人小浦 已经可以基于多模态生成能力 在与真人对话文字交流过程中 准确识别办事意图 指导办事人填写信息 自动生成申请材料 在办事企业看来 相比全程网办 小浦的出现增加了语言交互的过程 减少了以往填错格式 资料遭退单的麻烦 他会把一些我们需要的一些材料 还包括一些政策的一些依据 他都会比较清晰的 他是自动生成的 像这个来说准确率 肯定也是更高了 2023年起浦东新区与浦江实验室 开展深度合作 依托书生通用大模型 研发基于政府服务的行业大模型 历经十多万份真实半见的训练 小浦不断学习成长 从实验室走向政府服务前台 目前已能办理注销登记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变更等 五类高频事项 他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包括韧脚变石脚这些情形 都在训练 但是他训练确实有一个时间 先高频 让他去建立起这样一个 政务服务的逻辑 目前小浦还在不断学习 持续优化功能 提升智慧水平 以便更好适应企业群众的需求 胜任更多政务工作 东方卫视记者陈慧莹 上海报道 今天古波斯的荣耀 伊朗文物精华展 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开幕 展览汇集了来自伊朗国家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等中医两国多所文物机构的285件精美的文物 呈现了古波斯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相互交融 步入展厅 楔形文字碑 楔形文字砖 展现了从公元前3000年开启的伊朗高原上的文明进程 这件黄金打造的圆锥形酒具 有艺师金来通 是本次展览的封面展品 独特的造型将人们带到了公元前6世纪伊朗文明的辉煌时代 这种来通器其实不管不单单是在西亚 就是整个在地中海区域一直到西亚地区 其实都是很流行的一种酒具 它对动物图案的那种动态的表达 是非常有极高的艺术造诣的 这件伊朗国家博物馆藏原青花 文样繁蜜 刻有阿巴斯国王的红色印章 见证了丝绸之路开辟后 古代中国和伊朗的贸易关系 展览通过高原曙光 辉煌时代 信仰艺术三个板块 沉浸式地展现了多元的古波斯文化 也掀开了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 定位为世界文明馆的新篇章 展览将持续到10月17号 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昨晚上海市区下起了绵绵细雨 湿度周增 部分区出现了大量白蚁集中出飞的现象 不少市民拨打防治咨询电话 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 昨晚上8点 记者行走在上海市区长德路附近 看到不少店家的招牌下 有不少白蚁营绕盘旋 昨夜今晨 上海57家白蚁防治单位 550多名专业人员加班加点 帮助市民进行防污灭蚁 在市中心普陀区的一处住户家中 灭蚁人员邱师傅正在检查厨房 卫生间等有水源的区域 随后邱师傅将两处空谷的墙体接缝处撬开后 果然发现了不少白蚁幼虫 立即向里面喷洒杀虫粉迹 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昨天接到白蚁防治相关咨询投诉近200个 其中房屋白蚁灭蚁量有15户 从区域来看 主要集中在虹口徐慧和阳谱等区 增加了大概一到两倍左右 可能大概要持续7到10天左右 当然也并不是每天都有白蚁发生 它有可能只要到了合适的气候 气压湿度等 它就会就飞出来 东方卫视记者翟玉森 韩琼上海报道 西瓜是夏天消暑的佳品 也是夏季消费量最大的水果品种之一 不过今年由于南方的天气一直没有很热 吃瓜消暑的需求不够旺盛 而全国各地的西瓜种植面积又大幅的增加 造成了今年的西瓜价格下跌明显 西瓜9毛9一斤 在上海民航区的这家水果店 西瓜价格跌破亿元 而一些水果大卖场 本地产8424西瓜甚至被打出了8毛多一斤的超级会员价 吸引顾客 下跌的不止本地瓜 外地瓜同样遭遇了历年来的地板价 批发商表示 眼下江苏 河南 安徽几大西瓜产区的瓜源源不断上市 但上海天气却还不是很热 瓜的需求量不是很大 想靠跑量赚钱 唯有把批发价一压再压 就是便宜卖 一项我们两块左右 现在一天也就是两到三千项 原来去年一天能卖到四五千项 而在电商平台因为走中高端路线 加上仓储 包装物流等成本相对固定 以往西瓜价格都相对有保障 今年以来 单只包装的精品8424也值降了20元 部分品种甚至按半只出售 让利保销量 整体销量下降比较多 往年基本上都是一万利左右 然后像今年的话 基本上是在七八千利左右 由于全国西瓜产能过剩 一些远的产区只能忍痛放弃上海市场 市场分析师认为 今年受榴莲 蓝莓等高端水果价格 持续走低等因素影响 零售端消费者可选择的水果品种增多 也成为影响西瓜行情走低的又一因素 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上海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金锁令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 哈马斯修改停火方案 提出永久停火和乙军撤离时间表 以色列称此举等同拒绝 拜登之子被裁定非法持枪 呈首位遭定罪现任总统子女 或面临最高25年监禁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 今天欧盟委员会发布关于 对华电动汽车返补贴调查出财披露 拟对自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临时返补贴税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对此表示 欧方罔顾事实和世贸组织规则 无视中方多次强烈反对 不顾多个欧盟成员国政府产业界的呼吁和劝阻 一意孤行 中方对此高度关切强烈不满 中方敦促欧盟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切实落实近期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 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经贸摩擦 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进展 并将坚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哈马斯方面昨天表示 已就美方上月提出的加沙地带停火方案 向卡塔尔和埃及等斡旋方提交回应 以色列同日声称 哈马斯的回应等同于拒绝美方提出的停火方案 哈马斯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发表联合声明说 巴勒方处于民族责任感 愿意积极应对 以达成协议 结束这场针对加沙地带人民的战争 哈马斯发言人塔哈介绍称 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织发言人塔哈介绍称 八方队停火方案做出修改 确认停火、撤离、重建和交换等内容 知情人士称 哈马斯就永久停火和乙军撤离加沙地带提出新的时间表 其中涉及乙军在加沙地带最南端城市拉法的军事行动 对此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 哈马斯修改了所有主要且最有意义的条款 等同于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停火方案 目前卡塔尔、埃及和美国均确认获之哈马斯的回应 但未透露具体内容 昨天由约旦、埃及与联合国三方联合主办的 加沙紧急人道主义应对会议在约旦召开 会议旨在加强国际社会协调 寻求有效应对加沙地带人道危机的机制和步骤 会议声明称 议会各方呼吁立即实现加沙地带永久停火 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 并结束拉法军事行动 为大规模人道主义援助 进入加沙提供便利 我召唤到所有民主义的民主义 我召唤到所有民主义这些机会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之子亨特拜登 昨天被特劳华州一陪审团裁定 关联非法持枪罪名成立 成为美国时尚首位遭定罪的 在任总统子女 陪审团裁定 亨特在2018年购买枪支时 在一份联邦购枪表格上 隐瞒了自己非法药物使用 或对麻醉品成瘾的情况 并非法持有枪支支一天 其受到的三项重罪指控均成立 被判有罪后 亨特在母亲第一夫人吉尔和 妻子梅丽莎的陪同下走出法庭 案件宣判或于10月中旬进行 亨特可能面临最高25年监禁 和75万美元罚款 此外亨特面临的税务犯罪指控 也将于9月开庭审理 美国总统拜登随后发表声明 表示接受裁决 并在亨特考虑上诉的过程中 继续尊重司法程序 当天晚些时候 拜登恰巧就控枪政策发表讲话 但只字未提儿子 非法持枪获罪一事 实际上在去年 拜登曾经在接受记者提问时 说过亨特没有做错任何的事 而在最近 拜登被问及 他是否会以总统权力 特赦亨特时 他表明不会这么做 亨特一案 对美国大选选情的影响 也颇手关注 有舆论认为 亨特获罪可能分散拜登经历 对其竞选产生长期心理影响 但也有分析表示 选民不太会因为亨特的不端品行 而对拜登追责 反而可能帮助拜登赢得部分选民同情 东方卫视记者张金毅 陈一秋 美国华盛顿报道 美国政府11号宣布 解除乌克兰亚素营 使用美制武器的禁令 称这已由俄罗斯认定为 恐怖组织的武装力量 没有严重侵害人权的记录 美国法律规定 政府不得向严重侵害人权的外国部队 提供武器装备和训练 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 在国务院做出最新决定前 向亚素营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 是被法律禁止的 针对美方做法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 亚素营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武装组织 美国政府转变立场 显示美方不惜一切手段 企图遏制俄罗斯 并且把乌克兰作为工具 近期由于乌方面对不利战场形势 美国频频抛弃既有立场 不但向乌克兰提供 射程更远的地对地导弹 还同意乌方有条件使用 美制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 不过北约园乌并不齐心 由于遭到部分成员的反对和质疑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日前宣布 放弃此前提出的成立1000亿欧元 原屋基金的计划 改为要求北约国家维持目前队屋的支持力度 每年共花费至少400亿欧元用于队屋援助 面对欧洲的队屋疲劳症 乌总统泽连斯基持续施养 昨天在德国柏林参加乌克兰重建会议时 泽林斯基再次恳求西方盟友提供更多防空系统 结束德国行程后 他还将前往意大利参加G7峰会 然后赶往瑞士参加所谓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 继续求援 与此同时 俄方也在积极寻求外交突围 昨天俄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 土耳其外长菲丹 普京表示 俄邦对土耳其参与精装国家活动的意愿表示欢迎 此外 普京计划于下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出席多边活动时 与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举行会面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由于欧洲议会选举实力 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宣布解散议会 昨天法国右翼政党共和党主席公开表示 需要与极右翼结盟 已在议会选举中占据优势 此言一出 立刻引发舆论轩然大波 这是法国现代政治史上传统政党领导人 首次表示愿意与极右翼政党结盟 打破了数十年间 法国主流政党联合封锁极右翼掌权的默契 国民联盟党团主席勒庞当天称赞 这一提议是历史性的突破 共和党内部则就此出现严重分歧 反对者则指责 这一决定将共和党推向崩溃边缘 有党内高层认为 相关表态不能代表共和党立场 更有抗议者聚集在该党总部门前 阻止西奥地进入大楼 不少法国民众就此表示担忧 眼下距离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不到三周 马克龙正面临着来自左翼和右翼反对党阵营的挑战 法国舆论担心 一旦极右翼在新的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 将会出现总统马克龙和一位极右翼总理共治的局面 与此同时 法国政局转向与否也将给欧洲未来政治走向 增添不确定性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位于法国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 昨天出现火情 导致数百名游客被紧急疏散 好在火灾被及时扑灭 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当天下午3点15分左右 法尔赛宫游人如知 突然有人发现宫殿顶部不断有灰黑色烟雾冒出 现场随即拉响了火情警报 正在参观的游客被紧急疏散 场面一度有些混乱 所幸消防人员及时赶到现场 火灾很快被扑灭 据报道 着火点位于法尔赛宫一处正在施工的建筑屋顶 法尔赛宫方面表示 此次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也没有对宫殿建筑和藏品造成破坏 法尔赛宫已于当天下午重新对游客开放 目前火灾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始建于17世纪初的法尔赛宫 位于巴黎西南郊 曾是法国皇家宫殿 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每年吸引超过700万游客 今年夏天 这里还将成为巴黎奥运会马术项目的比赛场地 昨天的火灾虽及时扑灭 但不免让人心有余悸 因为同为法国著名景点的巴黎圣母院 在2019年也突发大火 结果屋顶和塔尖被烧毁 历经5年修复 巴黎圣母院终于将在今年12月8号 重新向公众开放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8点26分 韩国全罗北到福安郡南偏西方向4公里处 发生历时4.8级地震 震源深度8公里 此后该地区发生多次渔震 首都圈 中青道 庆上道等地均有震感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消息 此次地震是今年在朝鲜半岛及周边海域 发生的地震中震级最大的一次 地震发生后 韩国行政安全部启动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 一级应急响应 以迅速掌握灾情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行政安全部还发布了第三级别警戒地震预警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想要回看今天的东方新闻 了解更多资讯 请扫描二维码下载看看新闻客户端 感谢您的陪伴 再见 再见